感染新冠后满足四个条件 代表你已经痊愈 大家好 我是中医好医生 近期有不少新冠病毒感染者的症状都逐渐消失了 抗原检测转阴进入康复阶段 那么痒了之后多久没有感染性 转阴后还会二次感染吗 什么时候才能反抗 那么今天就针对大家关注的这些热点问题来解答一下 屏幕前的您可以点赞收藏起来 也可以分享给身边重要的人 首先感染新冠之后身体的痊愈标准是什么呢 按照目前执行的第九版诊疗方案 有四个方面 第一身体体温恢复正常三天以上 第二症状基本消失或者明显好转 第三有肺炎症状的 在复查CT的时候显示肺炎病灶已经明显吸收 第四连续两天核酸检测阴性 或者CT值大于等于35或者三次抗原阴性 满足这些条件就说明达到了治愈标准 那感染了新冠之后 七天之后是不是就没有传染性了呢 其实好得快的第五天就好了 但是大部分都没有完全转阴 还可能有传染性 所以感染后建议隔离够七天 如果还有咳嗽症状 返港后也要坚持戴好口罩 像一些比较重要的养老院 监护室等岗位的工作人员 和准备去探访老人 尤其高龄老人小孩的人 建议大家隔离够了十天再去 这样才能保证更安全些 那转阴之后还会二次感染吗 其实人们在第一次感染奥米克隆之后 短期内的抗体水平比较高 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一般认为三到六个月不会二次感染 但如果病毒突变了 病毒免疫逃逸能力变强 那二次感染的风险可能就会变大 除此之外 阳过之后家里还有残留的病毒 但是不会导致再次感染 这是因为人体的免疫系统是有记忆的 短期内不会感染到同一个病毒 那有些患者问了 感染新冠病毒转阴之后 为啥还会咳嗽呢 其实转阴后还咳嗽 是一个修复气道的康复过程 感染新冠之后像 奥米克隆变异毒株 主要是在上呼吸道 病毒在里面大量复制 导致呼吸道的黏膜细胞破坏 同时身体的免疫细胞 也会聚集到这里来消灭病毒 而免疫细胞完成任务后 也会自然带些死亡 连同被病毒破坏的这些细胞 都成为体内的垃圾 气道里容不下这么多东西 要打扫出去 呼吸道就会分泌一些黏液 形成痰液 通过咳嗽把它排出去 有的人两三天咳嗽就会消失 有的人需要三五天 这个每个人不一样 实际上咳嗽是一个康复的过程 是一个打扫战场修复气道的过程 恢复慢一点的人也不用太担心 根据经验 几乎所有人都在十四天内康复 如果实在咳嗽难受 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咳嗽方 知道咳嗽能缓解一些 有佩兰 姜蚕 这个方子适用于新冠感染后的咳嗽和普通咳嗽 但是要注意忌口 不能吃心辣油腻的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记下来 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不知道具体剂量的朋友也别着急 因为中医讲究一人一方 需要根据个人体制进行辩证加减 我可以为大家调方 但是不会给同用的伎俩 屏幕前的你 如果有什么疑问 可以给我私信留言 我来为你辩证分析 我是中医好医生 我们下期再见吧